你是一个时而不时的大反派 可你却有一个正派的显然妻子 从身后你变成了一个小孩 回到与妻子刚脸时的时候 虽然你让他相信了你是他的未来夫君 可因为对你没有任何感情 即便现在的他是一位大导 也并没有给你提供太多的帮助 看待一切都还要依靠自己 电足苏健一看到你这废物资质 只觉得非常头大 这到底要怎么培养 乌鸦店这么多年来没有收到一个徒弟 好不容易有人加入 结果却是一个废物 你不知道苏健一在讲什么 看着苏健一一家和从未熟悉的师兄世界 你只觉得有些恍惚 上一世自己奋斗二十多年 才能站在子弟与他们成为师兄弟 这一世银擦阳错 抱了妻子青岚的大腿 才提前这么早站在这里 不过能不能顺利拜师 还得看苏健一想不想收你 如果能重新拜祖师父门下 这一世 你一定要改写乌鸦店的历史 绝不会让师父莫名其妙的陨落 更不会让乌鸦店覆灭 可你不知道苏健一已经打算拒绝你了 然而他的妻子林子韵 这笔大仙开口 乌鸦店已经多年没有再仇土地 既然有缘相见 不如这仇你为徒 琴鹅也需要一个玩伴 正好你跟琴鹅的年龄相放 想来可以玩到一起 话音刚落 只见一位古灵精怪的少女 跑到苏健一面前撒娇 弟弟 琴鹅想要个小吃弟 对这个宝贝女儿 苏健一是一点脾气都没有 最后只能无奈把你收入门中 在师娘和师姐的主攻下 你幸运地成为了乌鸦店第十八位争传弟子 对比上一世的宝贝弟子身份 这开局简直不要太爽 吃的喝的都是上品 更有独门小院 师娘还安排一位俗世公主连乐 专门伺候你的一时几局 而你的独眼朱线 让走门有了不少流言蜚语 有人认为你是苏健一的私僧子 就连连乐也觉得你身份不凡 没有人知道你差点就要被店主扫地出门 对于这些你并不在意 有了独门小院 很多事坐起来也变得方便 你盘膝坐下运起起来 天地灵气自行星啊 如果苏健一看到你这模样 你一定会大吃一惊 这哪是费灵根能做到的 并且此时根本没能传授你任何功法 更别说宗门的不传绝学 吻天九卷 而这还没结束 魔教之手星辰殿的不传绝学 星辰真解也在你的体内运转而开 先门功法与魔教功法自然无法相容 可蓝光与红光的碰撞并没有愈发激烈 反而在一股金光之下逐渐变得平和 这是佛门无相似的不传绝学 无相心经 有他的调和便会让仙门与魔教的功法 两刀并行 上一世自己只是修炼星辰真解 与无相心经便称霸一方 被试炼称为奇杀魔君 而如今自己三教并行 实力必然会远超浅世 修炼异熟的你 缓缓睁开双眼 此剧也忍不住回到过去 自己被诬陷是杀害师父的帮凶 连他老人家的最后一面都没看过 最后背负骂名加入星辰殿 在师父死后 没有大长期坐镇的乌鸦殿 很快分崩离析 是两一人独目难知 最后被宗门骑到八店吞并 而你到死也没有查出凶手是谁 不过却有怀疑的对象 只是目前你的实力还不足以调查 另外传你无相心经的灰心上森 也惨死在无相寺内 这一笔无毒症 最后也是你这个魔君背下 既然一切重来 那么自己还有阻止了机会 不过想专心修炼的你 已经被苏妙琴盯上了 腹黑的他不仅拉着你 陪他学习琴棘书画 更得在空余时间陪他细细打闹 不敢得罪他的你 只能被折磨得筋疲力尽 不过好在跟苏妙琴的亲近下 师父对你也看得稍微收眼一点 前世的你也有喜欢过苏妙琴 只是那时候你跟他的差距实在太大了 后来他与宗门天交选一两情相怨 而自己在经历了前世的疯疯于遇 对苏妙琴早就没有当初的爱恋 而是把他当成一个不懂事的小妹妹 可你忽视了一件事 那就是重生后的你 本来不该在这个时间点跟苏妙琴结识 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三年 你的修为进展非常缓慢 在你身上消耗的天才地宝 石头猪都可以对称一个高手 你所表现的成绩 让师父气得不轻 爱与林子韵和苏妙琴的面子 才没有多说什么 但宗门的流言蜚语更多了 你所表现的自制 连一个普通弟子都不如 可所有人不知道的是 魔教和佛门都注重练体 这些连消耗的天才地宝 也并没有浪费 你的体魄早已超出正常修炼的范畴 一次与苏妙琴有关时 你们发现宗门放养的妖兽 竟被开膛破肚 胆大的苏妙琴 才则定时其他妖兽过界 这里会出现的妖兽都不会太强大 所以你们没有禀告宗门 而是独自深入探查 可却没想到 袭击宗门妖兽的 竟是一头主击七大蛇 宗门禁止 绝不可能让这种等级的妖兽出没 待不及多想 你们利用敏捷的身法 躲闪攻击 因为体型庞大 一时间竟无法伤到你们 可蛇最拿手的东西是毒 苏妙琴一不注意 竟被大蛇吐出的毒物侵蚀 最终倒在地上昏迷不醒 即便已经传信给师娘救援 但现在能保护苏妙琴的人 就只有你 眼下四处无人 你不再隐瞒 三脚绝学同时运转 可一个大境界的差距 绝不是功法可以弥补 如今你右手一断 全身内骨不知道碎了几根 如果不是保护苏妙琴的强烈意志 你也早就蹭不下去了 就当你命悬一线时 师娘及时赶到 抬手便将着你也触抹杀 你也终于蹭不下去 缓缓倒了下去 整个乌鸦店因为这件事而运转开来 师兄弟全部到场 看到你的惨状 全都倒吸一口凉气 唯一可以救你的师伯 也只有两成把握 并且所需要消耗的天才地宝 数不胜数 虽建议虽然不满你许久 可此刻竟没有丝毫犹豫 在一天一夜的就职下 师伯总算把你从鬼门关 大而回来 只想不通为何你这等资质的弟子 竟有如此强悍的体魄 苏妙琴在醒来后得知一切 哭得稀里哗啦 在昏迷后 她隐隐约约 看到你舍生忘死的纠缠大蛇 所以接下来的时间 她全程会在你的身边 谁劝都没有用 而你在不久后也总算苏醒 只是全身上下 还是疼痛难嫩 见你醒来 苏妙琴又一次哭了出来 在安慰好师姐后 你也忍不住心想 太落了太落了 看待事实后 得去取一些东西的 感谢观看